作者 第一财经 依法对其开展了税务检查 经查 袁滨言取得部分劳务报酬 为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少缴个人所得税 并将部分用于个人的消费性支出 在其控股关联企业违规列支 少缴个人所得税 其关联企业存在将用于个人消费性支出 在企业违规列支少缴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以及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涉税问题 重庆市税务局第七基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税务部门将持续加强文娱领域税收监管工作 依法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 不断提升文娱领域从业人员及企业的税法遵从度 进一步营造法制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 截至目前 包括安徽卫视 浙江卫视 东方卫视 湖南卫视 各大卫视 已经删除袁滨言相关的所有动态 袁滨言本人的微博也已被禁言 目前 袁滨言还有多部剧作代播 包括老九门二 落花十节右逢军 清城易清宽等 不仅如此 据媒体报道 袁滨言的新剧 狐妖小红娘也临时换了演员 实际上 袁滨言已经不是第一次涉及税务问题了 天眼查APP显示 袁滨言关联公司 重庆利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 违反税收管理法 逃税被罚 共计97.8万元 当时袁滨言工作室曾在官方微博做出回应 表示 本次处罚是由于公司未及时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所导致 已经积极配合相关税务机关调查处理 并暗示全额缴纳了相关税款 近年来 演员郑爽 范冰冰 邓伦和威亚等艺人和网红 先后因为税务相关问题被曝光 此前 多地税务局发布通告 请演员 网络主播 抓紧自查并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 8月29日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在北京举行加强广播电视 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 演员 唐国强 张凯丽 杨幂 王一博 郭小冬等 就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推动航风建设发言 一般情况下 公众人物偷税漏税行为 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呢 对于一般的偷税漏税行政违法行为 由税务机关追缴及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致纳金 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1条规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 并且占营纳税额30%以上的 处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01条第四款规定 有逃税犯罪行为 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 不缴因纳税款 缴纳支纳金 已受行政处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 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 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被税务机关 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因此 刑法重点打击那些 多次偷逃税 受过行政处罚 或刑事处罚的对象 这向理工大学教授接评表示